所以呢这三个过程呢 它一定要有消化液 一定要有enzyme 但是消化液跟enzyme从哪来 一定要有足够的B1 B2 B3 B5 B12 明白没有 所以呢很多人是因为摄取不足 所以呢变成了它在是很多的肉 就造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听到没有 身体不但不能够利用 但是呢反而增加了负担 所以就有肾脏病啦 关节痛啦 听到没有 你要酸啦 有没有 胰岛素分泌不足啦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发生的 所以呢这个蛋白质粉 我们能够推荐给一些呢 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呢 为什么需要蛋白质呢 因为糖尿病患者的本身 你一听到就是他的身体的胰岛素分泌不足 他没有足够的能力 把吃进去的糖给代谢掉 对吗 所以呢就在这一个过程 他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是把糖变成能量的过程 出现问题 第一个他告诉我们 他缺乏维生素B 第二 他的胰脏需要得到修复 第三 他需要颜料制造胰岛素 他的颜料就是氨基酸 understand Kiria Kiria OK好 所以呢糖尿病患者 可以不可以推荐他吃蛋白粉 可以 OK好 第二